很遗憾的 有许多人 包括基督徒 都觉得罪让人感到兴奋 刺激和开心 另一方面 圣洁生活却让人感到很闷 很受束缚 也缺乏乐趣 因此 尽管他们心里知道 圣洁是好的 罪恶是不好的 但人还是不太有动力 要追求圣洁 反而时常被罪吸引 原来 这两个都是魔鬼狡猾的谎言 他不断叫人以为 罪是让人开心的 也常让人以为 圣洁是叫人苦闷的 但我们要实穿 罪令人开心 兴奋之谎言 这是魔鬼起初 就用来欺骗夏娃亚当的谎言 魔鬼总是让人有个错觉 认为罪能够让我们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因为罪能够给我们及时的满足 但现实世界总是让人觉得满足是遥不可及的 并且 罪常让人感到舒服 因为罪是贴近人的罪性所向往的 而当人可以放纵情欲时 自然会感到舒服 另一方面 生活常让人感到压力 使人很想逃避烦闷 而从犯罪中找到安慰 因此人们就喜欢罪 觉得罪能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精彩刺激 然而 长远来说 罪非但不会给我们真正的满足 它还会使我们越来越失去喜乐与满足 真言书第二十章说 以虚晃而得的食物 人觉甘甜 但后来 它的口必充满尘沙 虽然开始时 罪也许会使人感到甘甜兴奋 但过后 必会带来令人后悔的结果 罪会叫我们陷入一个被捆绑的忧愁人生 原来 一切美好的事物 一切叫人兴奋开心的玩乐与祝福 都是来自神 而非魔鬼 但罪却遮蔽了神的良善 使人看不见神的美好 反被罪的假面具和虚有的乐趣给欺骗了 所以我们要警惕罪令人兴奋的谎言 第二 我们也要提防圣洁是乏味的之谎言 通常 人都认为圣洁生活充满了一堆规矩 要遵守很多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条规 所以他们以为要追求圣洁生活 就不能享受人生 不能享受娱乐 性交等等 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能总是跟朋友一起玩 反而整天都要一直读圣经或属灵书籍 听信息 祷告 做教会的事 关心肢体等等 这样的日子听起来十分无趣沉闷 又有谁会喜欢过这样的日子呢? 这就是撒旦的另一个大谎言 他不但让人觉得罪很有趣 他也不断使人认为神很无趣 撒旦一直要让人觉得活在这堕落的世上 进前会显得奇怪 但世俗才是正常的 所以 如果人要融入社会 自然就有种压力 觉得自己应该随波逐流 不然就会让人排斥 然而 如果人觉得神是无趣的 圣洁生活是沉闷的 那便是大错特错了 神是最有趣和创新的神 神如果是很闷的 那么他不必创造那么多种类的花 动物 鱼类等 他只需要创造一个种类 让人享受就好 但是神却让我们有多姿多彩的万物来欣赏享受 神也是做心事的神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更是告诉我们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神的创意和奇妙带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他的美意也时常叫我们感到惊喜 神又怎么会是沉闷无趣的呢 并且圣洁生活也不是枯燥乏味的 圣洁其实是与喜乐和自由有极大关联的 一个追求圣洁的人是不再被罪挟制的 也不会因罪受管教而忧伤 他乃是自由的 斯布珍牧师曾说过 圣洁是通往幸福的大道 罪的死就是喜乐的生 诗篇第一篇也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谢曼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这里说的有福也含有快乐喜乐的意思 所以不犯罪的人也会喜乐的 其实圣洁不代表没有乐趣 但圣洁是认定 耶稣才是人生最大的喜乐 所以我们绝不要听信谎言 我们一旦接受了魔鬼的谎言 就马上失去得胜的力量了 魔鬼告诉我们 罪是刺激的 是令人兴奋的 可是圣洁是叫人厌烦纳闷的 但原来 罪是有不好后果的 可是圣洁是带来祝福的 神并没有打算 让他圣洁的子民 过着无聊沉闷的生活 其实 那最能叫人兴奋 喜乐 满足的泉源 就是神本身了 但愿神帮助我们 多发现在他里面 过圣洁生活的乐趣与价值